摩羯座屬於楊晨熙 摩羯座很專情 對 那如果你沒有給他安全感 那摩羯座就會 一神一鬼 一動一息 我覺得摩羯座遇到的感情 是滿笨的 摩羯座就是很無聊的星座 有點嗨不起來 對 太過於認真就嗨不起來 可能 我不確定 真的假的 對 確定 太過分了 哪個部分 Youth brand 知識 把知識放在練習 你知道嗎 木納無聊又壓抑 你覺得我有嗎 滿有頭腦的 滿有腦子 就是滿有想法的 大家看曹佳琪就知道 我們來 我們團隊的摩羯座 來 過來 你先講你自認摩羯座 會有哪些的那個hashtag 摩羯座 很有自己的主見 所以有時候在想法上會 就是固執 對 會固執 沒有錯 悶騷嗎 對 完全不悶騷 我不悶騷 因為我 我有點像摩羯座的尾巴 沒有 我覺得你帥 你只是在外面是火鍋開的 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星座 我們先不用講我 你是什麼星座 你的星座好像滿吵的 很愛插話 對啊 我知道小賴是摩羯座 然後我覺得無聊不會 是你第一個想到她的關鍵字 但其實我知道她私底下 其實跟她螢幕上的樣子 其實也是差滿多的 她有時候 她一個人的時候 好像是比較沉悶一點的 然後其實這部分 跟我比較相似 所以好像還挺準的 然後你剛剛說工作狂 她真的是工作狂 她真的是無時無刻的在追求 把自己的那個檔期塞滿 我覺得很熱血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我覺得好像還挺準的 如果對小賴來說 我覺得我對摩羯座的印象 就是她們真的是一個 典型的工作狂 就是像我認識的小賴 就是 還有我有一個私底下 有一個朋友 她也是非常非常工作狂 那種就是她們都是 以工作為優先 然後把生活全部都排滿 都是工作 她們也OK 她們也不會覺得無聊 她們就是拼了命 就是很務實的一個星座這樣 我覺得那木娜壓抑要看人 就是其實很多摩羯座 就是有分嗨的摩羯 跟就是木娜的摩羯 那很多嗨的摩羯 就是比較社會化過後的 對 但我其實私下是很木娜的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要跟我很熟的人 才會知道我的這一面 因為我自己私下是比較安靜的 就我甚至可以 就譬如說跟朋友 在同一個空間裡 我是可以24小時都不說話的那種 對 但是我到外面 就是我手指的安全範圍的外面 我是可以扛出那個 就是社交模式 我可以很High 我可以很愛玩 我可以很怎麼樣 但是這都是表象 但是我一回家 我就是很安靜 我覺得沒有耶 壓抑還好耶 但我沒有很摩羯的感覺 我覺得沒有 因為它就是摩羯座 我們今天生日 我們生日快樂 可能就比較無聊 但我覺得我滿好玩的 它很會聊天 然後就是如果來到一個新環境 然後像我跟它的話 我可能就是比較怕生一點 那它很快就可以混入陌生人群中 然後找不到它這樣 群很無聊的話 或是很安靜的話 就會覺得不行 我要來拯救大家 身邊的摩羯座朋友都很有才華 它會很有才華的原因在於說 它對一件事情 講好聽一點就是很執著 它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會很執著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講難聽一點就是很固執 就是它對任何一件事情 不論它覺得是怎麼樣 那它就會 不論好或壞 它就會很固執 或是很執著去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個性 造就出有些摩羯座 在某方面很有才華 那這是我對摩羯座的印象 就是像我認識 群庭 小賴 他們都是摩羯座的 他們確實都是工作狂 可是他們兩個就比較不一樣 是可能 群庭的部分可能會 就是有時候會比較懶 拖到最後 但是他所有工作 他都會努力的接下來 所以我認為 就是摩羯座真的是工作狂 工作狂我覺得有的 就是有點嫌不下來的那種感覺 他們對於工作的熱愛 都是非常有的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工作狂 不是說你的工作時間很長 是工作狂 而是你會想要去工作 你會覺得說我應該要去工作 然後獲得成就感 或者是獲得其他的 想要拿到的東西 對 摩羯座真的有一點這種感覺 我不是特別摩羯的那種 因為我有測過一個那種 星座指數 然後它就是會有一個條狀圖出來 然後我條狀圖出來 就是水平直接100% 就是我滿怪的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很工作狂 但是我朋友好像都這麼說 例如說我可能喜歡拍街拍 然後我可能就會一直做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 你這樣做的太多這樣子感覺 水比較多 有可能是他 我覺得有可能是他 對 因為我覺得他 他每次都拍 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在處理 工作狂 認同 因為其實我的月亮也是摩羯的 對 所以我本身 其實沒有很喜歡摩羯座 好 講到剛工作狂 說真的 如果只要一工作下去就是 完全不會知道現在時間 熬個兩三天都是家常便飯 他就是這樣學哥的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台灣有這麼多好聽的作品 要感謝你的摩羯的個性 就固執吧 對 然後無聊跟內向 可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內向是 我可能 我每次都會跟我朋友說 我其實是一個很慢熟的人 可是他們都覺得我在講什麼 但我其實就是 可能可以跟大家很快打成影片 可是會有一個防線 就是如果突破的話 你會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我 很多人會誤會我 就是看起來非常愛玩 舉很多 但是你可以問身邊的人 每一個舉都不會有我的影子 就是我都是看起來很活潑 但其實私下其實很安靜 有一點難耶 就是摩羯座 對於就是朋友的話 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摩羯座看人非常的準 對 所以他如果覺得這個人好 那他會慢慢打開戲門 讓這個人慢慢走進來 對 就是不管是愛情還是工作都是 就是只要他認定 就是只要是摩羯座認定 你是我的愛人 你是我的朋友 摩羯座絕對是場最開的給你們 然後就是他對朋友 對愛人都非常的好 尤其是愛人跟家人 就是對於摩羯座來講 愛人跟家人是他心中的 可能前兩年 真的是工作光 可是他們相對也都很照顧人 就他們兩個人的個性 就是像一個媽媽一樣 就是有什麼事情 就沒關係沒關係 我來我來我來 就是出了什麼事 我都會挺你的感覺 就是非常愛 非常照顧自己身邊的朋友 我是這樣覺得 對 誰比較像 可能是小賴耶 小賴很像媽媽 因為小賴是我們的導師 然後她就是 真的是會擔心 應該說她會照顧到 我們的每一個細節 不論是遊戲 或者是她會覺得 觀眾的評價 很多很多的面向 是非常細節 很像真的是 媽媽在照顧小朋友的那種感覺 我還沒有這個經驗 是目前沒有禮拜 不會這個 separate 這個是 對 separate 沒有我覺得摩羯座 遇到感情是蠻笨的 就是 有這麼刺激舉例嗎 舉例就是我認識的一些摩羯座 他們在 譬如說事業上市就很厲害 然後可以handle好 然後可以很有條理的 但是遇到的感情 就好像就跟他們工作 完全是不同人一樣 就是非常的笨 然後會付出很多自己 可是卻沒有去想過說 可能對方有沒有同等的 跟你有一些回應這樣子 就是跟你一樣 就是我認識的 就是真的 在愛情中就比較笨一點 可是他們又會 對別人的愛情觀 或是甚至 又很會講 對很會講 很會幫別人分析愛情觀 那些愛情層面的東西 可是他們自己對愛情就是 對很盲目 然後就是一心的投入進去這樣子 我是走那種給另一半 很大的自由的那種 因為我也不想邊管我 就是大家自己自律 我覺得你管他 他只會邊更多謊言給你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是成年人 彼此尊重 突然好認真 因為我本身比較沒有資格 聊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 天蠍座可能更喜歡掌管另外一半 所以在我眼裡 我覺得摩羯座還OK 還算還好 那我很常聽到人家說 摩羯座沒有那麼浪漫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 沒有跟摩羯座交往過 我是不知道啦 對但我覺得其實 摩羯座的人還滿有趣的 就是其實他們還滿幽默的 像小賴也很好笑 很幽默 然後雨婷也是摩羯座的女生 她也滿好笑的 對 所以我覺得跟摩羯座 做當朋友是很棒的 然後我也覺得在工作上 他們會是一個很棒的夥伴 因為在工作上 你絕對可以很放心的 把所有事情都交給他們 他們一定會完成得很好 我現在只以小賴為標準啦 因為她是我可能認識 比較熟的摩羯座 我覺得好像 好像有這樣子的傾向 雖然我當然不知道 我只是一個直覺啦 因為她 因為她自己也是 自己開了一間公司嘛 自己也是老闆這樣子 所以她會很想要 控制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 情不自禁的一種 領導員的一種 那個怎麼說 特徵吧 那在戀情中 我覺得她應該是 滿會溝通的 就會 也不是說指導 但是她應該自己知道 她自己要什麼 然後會跟對方說 我覺得 我的猜測啦 雖然我 沒看過也不知道 不能應該說 不能說控制狂 應該說是有一點點 佔猶豫 應該說摩羯座 自己心裡會有一個 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一塊 對 所以她很常就是 因為比如說 刻板印象是莫娜嘛 她就是會很常在 外面虛滑的世界裡 然後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家 但那個家裡的狀態是 她最舒服的樣子 但那個狀態也是 她最沒安全感的時候 所以你說對於 另外一半有控制狂 我倒不覺得是控制狂 應該是說 戰友 一點點戰友 因為摩羯座其實 還算是愛吃醋 但是如果對方給她 滿滿的安全感 我看摩羯座 非常的完美 因為摩羯座就是會 屬於就是 你要面子 我給你面子 你要什麼 我給你什麼 就是摩羯座是一個 非常棒 如果安全感 這塊有滿足的話 摩羯座是一個 非常帶得出門的 然後它可以讓身邊的人 都很喜歡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摩羯座擁有的能力 可能是只有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身邊的摩羯座 至少都是這樣 就是他們對於另外一半 是呵護至極的 但你要先完成 它的安全感這一塊 但如果你沒有給它安全感 那摩羯座就會 一身一跪 一動一息 那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所謂控制欲的誕生 就是因為可能 你騙過它一次 因為摩羯座的底線就是 欺騙 你只要騙它一次 就是沒完沒了 真的會沒完沒了 而且會控制越來越嚴重 就是安全感 這塊如果被摧毀的話 對 抽點嗎 摩羯座很專情 我覺得這個是 我認識 男生我不知道 我覺得摩羯女都滿專情的 然後 如果他真的想要做 好一件事情的話 他就會 毛起來做 但如果他不想的話 就 這樣 就這樣 你會覺得其他一個人 就會努力最好 不會 他會評估 對 專情的部分 專情就是 我覺得摩羯座 就不是一個很變動的 像雙子啊 那種 射手 就比較飄 飄 說人家飄 就是 他就是 如果他認定你了 那就是 你沒有對不起他 那就是 就是會一直長下去 摩羯座屬於陽城系 摩羯座他不走一見鍾情那一種 就是你要不斷地付出 不太為他好 但是 不是那種就是 我每天鑽車接送什麼什麼 不是 他是要那種小舉動 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的 他就不要一直看我 摩羯座是他 那你的月亮也是 那你月亮也是啊 那我認識的很多摩羯座 包括我自己 就是他們會給 比如說 在曖昧或者是 另外一半 就還沒有成為 另外一半之前的一個關卡 就某些關卡 一層一層過 你要破到最後的關卡 你才能夠碰到摩羯座 才能擁有它 對 才能擁有它 但是你其中一個關卡 如果沒有打通 你就會重頭再來一次 對 這是摩羯座 我覺得 可以反映在工作上面 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情一定要是 就是這樣子 在我心中才會是完美 會不希望它有瑕疵 所以會盡量的 一直去把它做到最好 就是如果沒有達到 自己心中想要那個樣子 會遺憾 跟會對自己的能力 覺得不足 對 某些時候是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佳琪雕舞的時候 有多麼可怕 他愛你 對啊 收回一點 這份愛有點太沉重 天聖子對不對 如果我們跟攝影師 一起唱生日快樂的時候 祝福他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slash 然後11408 可能在五月六月 會發行我的新專輯 新專輯 對 十首歌 完完真正的一張專輯 然後 目前 MV已經拍完兩首歌 好快拍 本來因為本來是二月初啦 可是因為一些因素 就是移到六月 所以第一波歌 主打歌應該會在五月四初 所以大家可以敬請期待 能不能 沒人能阻擋我 我直接寫下去 為你揭開 為你揭開千年鎖 沒人能傷害我 替你擋下所有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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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Firefighter的MV已經上線了 各位可以在各大平台 還有在YouTube上面 觀看或是 KBOX 一些其他的聆聽 我們的新單曲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要 更多的資訊 都在我們的IG跟臉書專頁 所以請大家追蹤起來 就是Phoenix 來怎麼拼 FENIX 前面最重要的就是Phoenix 然後再來底線 底線 然後Official 哦 Official 就好了 然後還有記得要訂閱我們 Phoenix的YouTube頻道 謝謝